以佛法谈生命的意义 今天给大家讲 我们要做君子 不要做小人 什么叫君子 简单讲 君子就是每天肯吃亏的人 什么是小人 每天想着占人家便宜的人 我希望每个徒弟 每天要自律 要看看自己是君子还是小人 要忏悔自己 看看自己做错了什么 一个人为什么会无知 无知就是不会反省自己 每个人每天回家要反省自己 今天我做错了什么 别人又为你付出了多少 而现在每个人讲出来的 都是自己做了多少好事 帮助了多少人 从来不想想自己做了多少错 菩萨不觉于事 只觉自己 何以如此呢 因觉自先者 极为觉一切众生之人 不觉于事 即不发觉其他的事情 不觉察其他的事情 只觉自己 即只关心自己 关注觉悟自己 如果你认为 只关注自己 觉悟自己 不关心别人 这不成了修小成佛法 那你就错了 因觉自心者 因为你拿感觉 觉自己的心 老感觉自己 怎样怎样 实际上 极为 觉一切众生之人 人本身 就是一个体 因为每一个人的人体 都是由 一个圆灵出来的 你只要用圆灵 感觉一下你自己 实际上 你感觉的 就是世界上的众生 如果你能感觉到 自己做的事情 对不对 你就是在 感觉众生 所以叫 同体大悲 人生最尊贵的事 是什么 请大家谨记 人生最尊贵的事情 就是面对 别人的虚伪 与不义 仍能保持 自己对别人的亲切 如果你能知道 人家虚伪 人家不义 但你 仍能笑嘻嘻地 对人家很亲切 那你 就是菩萨 你们几人能做到 要学会容忍人家 人家没有修 人家是凡人 你是有修的人 你知道 自己是假我 所以 别把你 当成真的 人靠什么 才能赢得 别人的尊敬 靠的是自身的修养 就是语言 行为 为什么叫修心修行 就是一个语言 一个行为 包括心理的行为 一个人的生命 一定要与其他所有人的生命 联系在一起 才有意义 即有他才有你 有你才有我 有我才有他 实际上就是一个循环 如果人与人的感情 不连在一起 这个人 就不能活在世界上 比如 一个人 不能够容忍人家 没有朋友 与父母不合 与孩子不合 与朋友不合 与任何人都不联系 你们说 这人活在世界上 有何意义 所以 人与人是一个整体 从玄学上来讲 人本身就是一个原理 每个人最早的时候 都是在一起的 所以 要相互爱护 相互帮助 哪怕看到他的缺点 你只要是为他好 就不要担心 他会不明白 另外 世界上的万物 实际上 和一切有生命的现象 也存在着 密切的关系 也就是说 世界上的万物 都是有情有义的 我们人 有情有义 植物 也有情有义 譬如 西瓜长出来 甘愿让你吃 让你解渴 蔬菜长出来 甘愿让你吃 给你得到营养 难道植物 就没有生命吗 这个植物 被你利用之后 就更有其 生命的意义 所以 人和世界上的万物 都是有意义的 记住 不要随便 糟蹋粮食 糟蹋粮食 就是糟蹋生命 糟蹋粮食 浪费粮食 会折服 很多有钱人 不失时 很大方 自己消费食 却很小气 这不是小气 是在惜福 因为他们知道 这些福来之不易 物道之人 逢苦不忧 人的一切境界 得失 从源 心无增减 名顺于道 转凡成圣 吉心吉佛 物道之人 逢苦不忧 一个物道的人 当他遇到苦难的时候 是不会担忧的 因为他悟出了道理 他知道 人生必然会吃苦 人的一生 就是来吃苦的 我这个苦 是自然来的 是应该受的 所以 他不会担忧 甘心受苦 担忧的人 就是还没有开悟 人要随缘 要用最好的方法 使这个缘 能够圆满 执着的人 就是不能随缘 学佛人 预示要做到 从心里 不要有增减 这个增减 就是重视 与不重视 你若重视了 在你心中 就增加了压力 若减少了 就无所谓了 一个真正修行的人 就连明府 也要顺着你的缘 转凡成圣 即把我们 转成圣人 我们是凡人 什么事情 都凡 都贪 众所周知 中国的孔夫子 是圣人 他传授的是 中国文化 圣人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能原谅人家 原谅人家 实际上 就是慈悲心的开始 不原谅人家 怎么会生慈悲心呢 不原谅人家 就会恨人家 恨人家 就不会有慈悲心 极心极佛 这四个字 包罗万象 也就是说 你这个心 不要随静皆转 如果这个心是佛 你就是佛 如果这个心是魔 你就是魔 要静信心 一个人的信心 靠什么来维持 就是要尊敬他 不是靠人家尊敬 是你自己 尊敬你自己的信心 一个连自己 都不相信自己 能成功的人 怎么能做到好事 一个没有自信的人 怎么能学好佛 今天听这个人说说 感觉有道理 明天听那个人说说 也有道理 最后将是一事无成 一个人的能力有限 一辈子 只能修学一个法门 才能静静 如果什么法门都想学 最后 什么也学不成 而且 有时修偏差了 就会成魔 因此 要尊敬自己的信心 法心 好好修 方便 即是究竟 这个方便 并不是指我们人间 所说的方便 实际 是指一个方法 这个变通的方法 叫方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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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